作者刘耀生论对无人机这种武器的运用,世界上唯有美国首区一职,美军对无人机执行各种作战任务可谓得新应手。 在中东中亚多个国家和地区,运用无人机进行侦查打击等任务是美国人的强项。 即使是在叙利亚,美国同样没有打消利用无人机来攻击自己对手的意图。 据环球网10月26日报道,俄罗斯副国防部长在北京湘山论坛上直接披露俄军基地被相当数量无人机多次袭击的幕后真相,俄罗斯驻叙利亚的克美米姆基地是极为重要的空军基地。 作为俄军空中行动的关键要点,武装分子对此地发动了多次有组织的无人机攻击。 据克里姆林公罚言人佩茨科夫公布的俄罗斯国防部资料,在今年1月份时曾经有13架无人机,同时对赫美米姆基地发动袭击。 俄罗斯方面提醒,这些无人机是卫星制导的。 按照特定的路线,透过俄军防御区的薄弱段发起袭击。 这需要使用方具备相当高的技术水平,绝不可能是普通武装分子具备的能力,能够使用微星数据进行制导。 结合叙利亚的局势来看,那么这些无人机的使用者,必定就是美国的力量。 俄罗斯方面此次也表态,在赫美米姆基地遇袭事件里,无人机都是由一架先进的美军批八海神侦察机指挥。 这也很像美军的风格,由指挥机对众多的无人机进行远程指挥,应安全的打击对手。 其实,自俄军在叙利亚加大军事干预的时候,这一类型的无人机袭击事件就日渐增加。 不仅如此,这些无人机与武装分子的技术水平严重不符,其操控的距离,以及飞行控制行动的关键设备的数据,明显超出武装分子自制的水平。 不难猜到,这根本就是美军试图解除武装分子的名义,对俄军拔起一次次的袭扰,试图让俄罗斯出点血。 虽然此类袭击基本都为俄罗斯防空系统所粉碎,但是美国方面付出的代价很小,仍然可以持续发动这种作战。 不仅如此,百密一书,俄军基地仍然有再次遭到损失的可能,因此,俄罗斯在此时公开指出美国干的这种黑色构道。 以求在国际舆论上先压倒美国,希望能够利用国际舆论,迫使美国方面有所收敛。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